花莲市公所举办公投选务作业 因为电脑计票登陆绩效卓助 获得花莲县选委会颁奖表扬 还获得了5000块钱的礼卷 当作是奖励 而经过花莲市选务作业中心 多位干部讨论决议 要把这个礼卷捐给花莲市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大家分享他们的喜悦 也让善的循环不断 花莲市公所主秘汪美华 协同民政客长潘唐胜 主计主任陈淑娟 行政室主任顾颖群 市长威家贤见证之下 把5000块钱礼卷交给社劳客长肖子卫 要作为食物银行基金 那我们今天要非常谢谢 我们花莲市选务中心的所有干事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公投的一个部分 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速度跟成绩的部分 那在于整个现品笔里面 有颁发到一笔的一个礼卷 那我们这些干事也很用心的 把这些礼卷想要捐给我们食物银行 让一些弱势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可以得到相关的协助 那我们也把这些礼卷转赠给我们社劳客 希望这些有欠缺物资的部分 我们去赶快把它补起来 那让我们这些干事的爱心 都可以持续的善的经济循环下去 那我再次要代表我们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这些选务中心辛苦的我们干事们 还有我们这一次在公投里面默默付出的每一位伙伴 那有你们真好 那我们未来会持续的也把各项的工作做好 也会把我们爱心的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也欢迎说如果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请不要客气 请到花莲市公所来 我们会全力来协助大家 市长表示选务中心一旦面临选举 不只是忙投开票这一天 从半年前就必须投入整备工作 而且随着选举日接近越来越忙碌 为了避免投开票有任何闪失 还必须不断重复检讨提醒 包括投票结束之后 还必须要忙着计票上传 选务工作非常辛苦 很感谢选务作业中心所有干事们 让花莲市这座城市更洋溢者爱心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